大家好,我是盧建峰師傅 我喜歡用新式的食材融入傳統的粵菜 新年快到了 我為大家準備了這個蜜漸白花金蠔 金蠔回來後 首先輕輕清洗表面的髒東西 先把蜜蜜撕掉 因為蜜蜜很硬 吃的時候蜜不太好吃 我們要做白花釀的時候 這個蜜真的不需要 我們先處理蠔 撕掉蜜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因為金蠔本身是半乾濕的 如果太大力或太粗魯 蠔裡面就會撕爛了 大概這樣就完成蠔 這個蜜就撕掉了 開這隻金蠔的時候 我建議大家 如果要開邊的話 雪花在雪櫃大約10至20分鐘 讓裡面凝固了 切的時候就會好切很多 接下來我們就處理蝦的步驟 蝦當然我們開邊之後 我們拿蝦腸出來 最好就是用新鮮蝦 因為新鮮蝦的膠會比較重 打出來會彈牙一點 如果不可以的話 我們去超市買一些急凍蝦 其實一樣很好吃 首先我們先拍攝 拍攝的時候會拉一下下去 會令到肉更容易散 我們千萬不要用刀鋒 用刀背 如果用刀鋒的話 剪掉了些纖維 就不會太彈牙了 還有我們在家 如果自己煮的話 其實是自己喜歡吃的蝦粒 有多大粒 我們就不用剪得太散 就是這樣 接下來我們下一個步驟 就會有炸蒜和芹菜粒 芹菜粒 盡量切幼少少 加上炸蒜 接著我們拆均勻 放少許鹽下去 會令到它更加起膠 加少許糖 調味 好 搭到它起膠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我們現在拍少許生粉 在這隻金蠔面上 這樣這個蝦膠 就要看蠔有多大 沒有蝦膠爆出來 這樣 最重要是適量 好 我們放少許油 在煎鍋裡 然後把金蠔煎到蝦膠那邊 放進去 先把蝦膠釀了 那邊 放直去煎 因為如果這樣煎金蠔兩邊 它是不熟的 所以我們要先煎蝦膠 蝦膠怎樣看它熟不熟呢 蠔剛才放進去 是平身的 如果蝦膠受熱 它就會膨脹 你看到這一隻蠔就開始脹 到肥仔 差不多了 好 煮醬 1匙間的蜜糖 1匙間的醬油 加少許桂花 半匙間蠔油 再加多些蠔味 好 金蠔可以上碟了 我們現在把沙律菜去 先切回沙律菜 好 淋上桂花汁 完成 淋上少許沙律菜 沙律菜都可以一起吃 尾上少許桂花點綴 麥占百花金蠔完成 好 分享一個小提示給大家 如果選金蠔的話 就一定要選橡身一點的金蠔 還有要選深色一點 如果深色一點的話 吹的時間久了 風味會更加好